- 買房子的時候 家人的意見很重要 我們剛剛講其實家家有本難念的記憶 有時候這個家真的是指這個家的問題 房子該不該買 如果說你不想買房子 你媽媽一直逼你該怎麼辦 沒辦法 我的朋友就是這樣 他媽媽想說這個小孩兒子 兒子就只有這個兒子 就每天也不存錢 iPhone 買衣服 還要衝浪 都沒有你存錢 但不欺負回來 整天想要希望 媽媽就幫他買了一間淡水沙輪的房子 媽媽幫你出頭款 媽媽為了幫你存錢 人家算起來 你一個月的房貸快3萬塊 那我這個朋友一個月月薪快4萬 他沒有錢 所以他媽媽就硬給他買了一個房子 然後必須逼著他繳這個錢之後 他受不了 剛才媽媽講說 我要跟你分手 不是分手 我要跟你脫離母子關係 我本來一個月快4萬塊花得很開心 我的生活是有保障 我不到30歲 我的人生還有坦蕩的制度 結果現在一個月不到1萬塊可以過 保住 管理費就沒有錢了 雖然媽媽你都給我 沙發你都幫我買好 但是我沒有錢交女朋友 我沒有錢社交 公司同事去唱歌 我沒有本事出去 他後來就跟媽媽漸行漸遠 他媽媽覺得說 媽媽買一間房子給你 你這樣子對待我 這個錢都是我給你 可是我覺得 不應該是這樣子 對你的小孩這樣 所以 他只好 因為房子都買了 他也不能夠賣掉 所以只好 然後最後 當然還好他有遇到另外一半 跟他還不錯 常常買東西給他吃 他已經變成這樣子 說不定你這樣是覺得說 你看這個年紀輕輕 就有房子有為青年 不是 就跟你一起打拼 不是感覺是這樣對不對 可是他的怨恨是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他想說 如果你們這些人都不要這樣子買房子 我們年輕人買房子就比較輕鬆 對不對 就像你媽媽在年輕時候買的房子 跟你現在買的房價是不一樣的 如果說你現在的房價 跟你媽媽那時候的房價是一樣的 你不覺得你的人生才是坦蕩的嗎 所以房價被這些人炒上去之後 這些媽媽還覺得 媽媽那時候的房 他的薪資也沒有我們這時候那麼高 媽媽那時候也是蠻辛苦在買房子 可是你如果算那個房價 跟那個薪資所得比 你就知道說 現在的房價超越你的薪資太多了 而且16年的薪水都沒有再漲 不要以為你明年就會漲薪水 沒有這回事 那只有主管才會漲薪水 況且我跟大名都是離職後才會 才賺更多 所以我們代代公司這個環節 你要為了那個漲薪水 其實是很困難 所以我就覺得說 年輕人愧難是一個 錢都被你們賺走了 我們現在只能很辛苦的過日子 第二個 你們現在反過來為了我們好 要把我們又綁在房子上面 然後以防養老 所以後來 就是如果說你要讓你的小孩知道說 媽媽關心你千萬不要為他準備一間房子 因為我的網友有一半都是媽媽來問我說 我女兒在幹嘛幹嘛 可不可以幫她買一間房子 我出一點頭款可不可以 女兒應該對我孝順吧 其實最後都不會孝順 真的 因為父母親留下來的東西都只是背景 努力都要靠個人 其實父母親都是擔心 只是擔心 可是我覺得擔心有時候 如果過頭牽涉到買房子這件事情 他就有信用跟他的所有的收入都要出去 其實有時候到底是我們一直講這個幾歲買房子 其實應該說是沒有標準的 看每個人的個性 因為我們剛剛講說你是想要過很多生活上的享受 那有的人像我們常做投資理財的 應該是剛剛講到 你怎麼樣運用這筆錢是你最擅長的 有人就是趕快存錢買房子 有個這個房子存下來 這個享受增值的好處 那另外一種可能是你比較會去做一些投資理財 你先把小錢變大錢 變大錢之後你再來買房子 譬如你37歲買房子對不對 我35 35歲嘛 你就可以有餘裕去做這些事情了 看你在哪一部分你使用資金的效率報酬率最高 這可以來做個選擇